三姐,很多朋友下班回去真的很累 又不想煮飯,很多時候錄個麵 或者隨便用急凍的餃子錄一個麵就吃就算了 但我覺得有時候要吃出健康的話 有時候吃急凍的餃子也不是辦法 自己包吧 自己包 當然了 那你今天教你包餃子嗎 今天不只包餃子 我會把一些食物不要浪費 但你又吃到精緻的食物就好了 我用了現菜葉去做湯匙 一般人吃現菜就最喜歡吃這堆 嫩的 這裡很多時候不黏就丟掉去吃 我們現在不用丟掉 我們把它切斷 讓纖維就沒有那麼硬的感覺 所以用來包餃子 吃了一點都不覺得是硬的 這個頭我們先切先 不要了 這個是不是剛才吃過的 又不要 不是不要 不是不要 你說我給你看看 為何不要 這樣 其實切粒 切粒 其實這些都是來的嗎 是 我切給你看看 切粒 這個菜 這個菜全部一次過可以炒的 但是我這次不炒了 我這次你說要吃餃子 那我就包餃子 這個肉 我們放一些炸菜粒 這個炸菜之前浸了 然後就是瀝乾了水 然後就切粒 對 馬蹄 這是爽口的東西 馬蹄 對 也是要浸水的 浸水和花蹄 但就不用爆的 這個不用了 還有 還有 這個 這個不是收起來 是帶地意粉 帶地意粉 對 帶點胡椒粉 好 完成 好 我們放一點味道 拆拆 剛才是生粉 現在是糖 沒錯 少許生抽 這是拌味道 少許麻油 我們拆了 這個餃子 其實也是兩食的 你可以放進湯裡 就可以煎焗 這樣 好了 現在放進去 放進去 不用太多 如果放太多 你會散 先拌一下 有些人喜歡用熟肉包餃子 有些人喜歡用生肉包餃子 我們今天就用生肉包餃子 你覺得分別在哪裏 保障它一定熟 如果我們能夠控制它的時間 我們可以用生肉也可以 真的我要久一點吃 真的要放冰箱 如果不是一兩天 要吃了 是 好了 完成了 幫不幫手 你先教我 這樣 放進去 肉多一點 你自己可以陰 然後放些水 沿著邊 兩邊 對 好像八折 沒錯 摺起來 按一下 按一下 讓它不要走出來 好了 你自己喜歡怎樣 八折 怎樣摺起來 那就自己來 還有一個秘訣 給少許三角內才行 無論你做雲吞 水餃皮 好 在雪櫃拿出來 一定要用濕布蓋住 就算放在雪櫃也要用濕布蓋住 不然它就會抽乾水 沒錯 又是說回 我吃素 我家裡又會做一些素餃子 在雪櫃上 有時吃麵拿出來便吃 對 這是方便 一次做幾次吃 對 都包得很快 對 我們今天就是半煎焗 好 我們放進去 好嗎 就這樣可以嗎 對 放進去 慢慢煎 煎一煎 煎一煎 因為邊邊的 不會攪拌 不會轉 所以 那些火 要均勻一點 煎至底部 有一點點 很漂亮 焦焦的 這樣便會漂亮 好 這個時間 我們要上湯 是 不要放那麼多 先放一點 把它分開一點 否則它會有些黏著 就不會那麼容易熟 對嗎 分開一點 因為始終我們用生肉 好 麻煩 這邊綠餃子 也有一點點心得 因為水滾的時候 是 你便放進去煮 但煮至一半的時間 你不要這樣煮到尾 煮到尾 外面的皮就爛了 肉就有機會不熟 即是焗的 不是 你煮到差不多 你會加些冷水 加些冷水 讓魚溫 仍然在心中 但外面的皮 你已經冷了 它便不會那麼容易爛 小秘訣 大秘密 哈哈哈哈 這裏有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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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煮的水餃 可以了 看到了 煮得很漂亮 然後倒一點湯 湯上湯嗎 對呀 上湯來的 這樣就可以兩吃了 好 水餃兩吃 沒錯 好啦